欢迎收看Fabric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Fabric的远程文件操作 对于Fabric本身的标印方法里面 它并没有提供很多针对文件类的一个操作方式 因为在上集讲里面我们曾经讲过的内容 Fabric提供的操作只有一个上传 就是我们的put或者用puts这些方法 那如果我要对一个远程服务器 我要检查一些文件夹是否存在 或者这个文件要创建一些文件夹 甚至对某一些必要的配置文件 进行一个写入的等等的直接处理的话 我们可能只能去运行一些在NIC上固有的命令行 才能完成这些操作 但如果这样做的话 问题存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 会有很大量的这些命令指令的一些包装方法 对于我们的整个程序来说并不好 并不容易维护 而且可读性也比较难读 再者呢 这样操作的话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我们今天还是来继续讲 在Fabric Tools 就是说这个第三方包 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它也提供了一系列针对远程文件的一个操作 一个处理 毕竟Linux系统下一切都是文件 我们今天就用实力来去演示一下 我们怎么来处理这种远程的文件操作 那首先我这里右边是一个虚拟 FV器的虚拟环境 我预先已经把这个本地的Fabric的环境也建立好了 我也把host user我先指定 在Fabric Tools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导入这么一个包 在request 这里我们导 我们可以把request导入进来 定义一个 我定义一个远程的任务指令 首先呢 我们希望在远端的这个机器上 我要建立一个文件目录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使用request 它有一个叫directory 这一个方法 那么对于这里有一些参数列表 那么它可以直接把一个远程的路径写在这里 我们用不用速度 还有这个文件夹到底是所有者是谁 而且还有可以把用户的分组也可以写在这里 甚至是这个文件夹的读写模式也可以同时设置 那么后面这些是属于可选参数 我们一般上也可以去忽略 除非我们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这样去填写 默认情况下呢 我如果不带跟路径的话 那么这里上传的就是我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路径 就home里面的这个用户路径 就是这个home 我这里是home ray ok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操作 就是说建立一个myapp 跟我我这里有一个本地的路径 但我现在不选择把这个文件上传 我只是希望在远端 先在这个用户目录下 给我建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我们可以在这里 这也是空的 好的 这里实际上这个directory本来做的做法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真正输出的是一个 mcdir的一个动作 这个文件夹被建立出来 那么假设如果我说 我要在远端我建立的不单纯是一个文件夹 我要建立很多的这种文件夹建立一个文件的股价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我要循环的去调用这个方法呢 那么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使用fabritools 并不用用这种循环的方式来去做 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个方法 跟这个是相关的 就是说它可以用request files 这里呢 请注意这个命名空间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只是点request 它是没有request是没有directorist的 必须要点files这个命名空间才有 那用这个方法呢 它实际上传入的是一个数据 一个part list 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参数呢 也有点类似 那么好 我们可以先来定理一个 这个目录 于我本地这个有类似的 我先 我用来建立我的这个子目录 这个文件我不注销了 然后我们把drs这个数据传到这个方法内 那么运行起来 好吧 那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什么 这两短短的两个方法 实际上 我在重复 我刚才在做的是 是重复运行了 第一个require 这个directory的这个方法 但它仍然能运行成功 那就意味着 它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会先检测我的这个目录是否存在 如果它存在的话 它并不会爆出 然后呢 再从 再调用我另一个 定另一个方法 来来去执行它的子目录创建 这样来这样的说呢 实际上会给我们减少了很多这种检测啊 或者去不断运行这个 mcdir使用 如果没有这个目录 可能我们要做法上 可能也只能试下 来mkdir 这样来去操作 直接去运行它 那么 实际上它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包装 这是第一个 那么 对目录的操作 这是那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比较可爱的地方 就是说 嗯 我们可以直接把文件写到这个目录内 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是一个 呃 结构了 我如果把 这里的这个app文件我要传上去呢 我们就会用put 对吧 put 啊 把 myapp 传到两端服务器 也是一样的 这是 这是传统的写法 我们原来它它 bill in的方法 那 另外呢 我希望在这个文件夹下 我加入一个配置文件 那有时候配置文件和我开发环境里面 我并不需要去 呃 实体去存在 而是在发布的时候 我才去动态生成这个文件行不行呢 那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用require 的这个呃 files里面 file 这个方法呢 给我们去做 做到这个功能 这个file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函数 它的功能很多啦 第一个呢 呃 主要是它 我们从命名 命名来说呢 它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有这样一个文件存在 如果它没有的话呢 它给我们创建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 mai mai 如果我在这个目录下操作 那么我们多做一点一点动作 我用with语句 我先cd 把app这个目录 我进入到这个目录 我就不用再去把这个主 主路径呢 再去重复去写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文件 拿过来 我们写代码 我们写代码就要求自己尽量少的代码行 完成尽量多的工作 我如果 在这里呢 我希望有一个application 这样的一个config文件 但现在如果这样写呢 它只可以给我们创建一个空文件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我又希望说 这个文件内 能有内容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contents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做什么呢 实际上它 有点像这个cat的指令 直接把一些 行 直接写到我这个文件里面 估计它内部也是用cat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要 testing 再带出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变量 让它写入一个多行的content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个函数呢 去写入一些比较复杂的配置 或者在我这个函数里面已经定义好这个配置的一个模板 进行一个动态发布时的一种调整 那这个函数其实变得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行数 看一下它的内容 好 它这里有一个 testing 因为这里没有换行啦 它直接没有换行服 所以它直接就输出在我这个 命令行服之前 好 为什么说它这个函数挺强大的呢 除了我这样子 我直接指定内容 它还有另一些参数 让这个函数呢 变得比较变化多端 主要呢 就是 它的一个 这个source 这个url 这个 这两个参数 source 实际上是指定一个 本地文件 那么它直接把这个文件给传进去 就把那个内容写到目标文件上 这个比较好理解 这个比较好理解 另外一个呢 是url 它做了什么呢 它做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想想 如果 但这个文件呢 它就不能与其他参数来 来并用了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config 是来源于另一台服务器上的某一个 某一个位置的话 假设它放在某一个位置上 你可以让它下载下来 下载到我们当前指定的这个目标下 那对于一些放在共享的库里面的一些必要性的 例如文档或者一些软件等等的 实际上我们这样做相当于让它做一个下载 那这个文件函数呢 就变得非常有用了 好的 我们先把这个回退到原来的状态 这是其中一点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在我们创建的这些文件 把东西给传上去了 我现在当然整个像 这里的一个范例项目呢 就两个文件 我们当然可以这样 局部的一两个文件或者一两个目录这样去上传 但假设我们面对的是 一个完整的项目的 它的项目结构比较庞大 我要一次性把所有东西这样传上去 而一个一个这样来做 实际上就变得很不实际了 我们很多人都会这些采用 就是说 对这些文件夹进行一个压缩 那么我们可以用贴压指令来 对整个文件夹压缩完 我上传到我的福气 然后再进行一个解压 那我上传的这个目的地是什么 我们一般上很少说直接操作我们的发布误录 对吧 那么更希望就是把我这个文件 上传到服务器的一个临时文件夹内 那临时文件夹呢又面临一个问题 我怎么去产生一个临时文件夹的随机的文件夹的名称呢 那么这个request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呢 就是说在files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tumber directory 或者tumber file这两个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用tumber directory呢 只要我们这样一写 其他东西我们都可以不写 那么这个tember 它里面有个tember参数 实际上是怎么来创建这个目录的一些命令的模板嘛 那么我们先采用默认的 那如果这里返回 返回的是一个周章 那它这样产生呢 默认它是指向远端服务器的 跟目录下的time目录 那么它在这个time目录下呢 又会产生一个相应的一个指目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运行结果 我们就很清楚这个方法的作用 我们直接就进入到time目录下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生的这个time 后面它time点 后面有一堆其他的周章 那么这个呢是它随机产生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上传 随机目录下的东西就能保证这些内容的一个唯一性 对于我们在做这些临时文件操作来说呢 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方便性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 在本地我直接再打一个包 然后传到这个临时目录 再把临时目录的东西释放到我们的这个运行目录下 因为这个东西几乎上就是我们平常最常用的一种做法了 那么在fabrik里面呢 本身是带有这样一个函数的 但是这个函数经我测试过呢 如果在OS10上是根本跑不动的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一个bug 每一次跑它呢 运行起来都会出现一个文件缺失 或者文件目录不存在的问题 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回头自己去研究 在这个目录下 我们可以import一个project project 在project目录它有两个文件相关的命令 但是都无法成功 一个叫upload project 它是把整个文件给更新上去的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叫做as 同步文件的一个指令 还有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可以检测我本地 本地的文件有没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呢 就传到我远端的部屋器 这个它使用的是SCP的这个指令行来去运行 但这两个东西几乎上 我尝试过很多次 成功率是0 总是出现各种的状况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倒不如使用更直接的办法来去做 因为这个还是一个贡献的函数 也没有标识说他们是否这个问题有被解决 好 我们来做这两个动作 那因为它没有本地压缩 我们只能去使用一个本地指令先用 用够的 我把MyApp给压缩一下 压缩成为一个My 加入这个压缩参数 把这个文件压缩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 put到远端的这个临时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 我们通过将这个临时文件夹的重新压缩 可以解压缩到当前这个MyApp的这个文件 我们这里是能使用 Run 입니다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夹已经不要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最好拿出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最好拿出 把这个TAR给删除掉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快速的把整个本地文件 直接就上传到我们的一个远端 那这样的做法会比较快速有效 对于一个文件结构比较复杂的目录 做起来也是蛮有效的 那么大家在课后也可以尝试多对相关的这些函数 做一个加深的认识 因为在我们实际的项目里面 这些文件操作会非常频繁的去发生 我们要这样使用 而我们这样把它给交往化之后 会大大的减轻我们这些人工的本地化 和远端的一个同步或者文件拷贝的这些操作 那么好 我今天的课程也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